麥克風 議事任務 請處理一下 現時主席 本來有請交通部部長 法務部次長 以及警政署代表 請您部長 請蔡次長 請王組長 內政部警政署 王組長 三位好 時間的關係不疑問候 部長你知不知道 我們上次大陸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針對有關於酒駕防治強化的規定 有很多委員提修正草案 上一次完成委員會審查是什麼時候 部長知不知道 去年 就106年4月26日有個出場 2017年的4月嘛 那個時候就已經送出委員會了嘛 交由黨團協商嘛 只有2017年4月就已經送出去了 部長知不知道為什麼到今天都還沒有完成三堵 我想 這樣 在立法院 行政院方面的我們的提案是在 後來有一部分是在107年10月有送大院一個修正草案 對不起喔 我現在問的事情已經出委員會了 2017年4月就出委員會了 為什麼到今天都還沒有完成三堵 原因部長知不知道 你是新上任的部長啦 我知道 黨團協商有一些針對的一些項目 還在進行中 什麼叫做還在進行當中 我直接齁 秀給部長看 整個直接的歷程 好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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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2017年11月30號 本來協商就有結論喔 我們那個時候針對 同誠者 共責的條款 懲罰性的賠償金 全部都過了 2017年11月30號 就有結論啊 怎麼會到今天還沒有完成修法 我直接跟部長講啦 交通部反對 警政署反對 說同誠共責 這件事情 交通部沒有辦法支持 警政署說執行上面會有問題 部長 這個是你的立場嗎 是 我想這個部還是 從法理面 因為我們交通部並沒有說不支持啦 我想如果說 對不起喔 部長先停一下 交通部沒有說不支持 奇怪了 我在上面白紙黑字 交通部出具的書面意見 是不予針定啊 對那是因為參佐法務部的意見 是不是行 所以現在責任是要推給法務部嗎 來部長我先帶你 好 看一下 日本的規定 對不起回到最前面 回到最前面 來 這個是日本飲酒駕車招取締 台灣跟日本沒10萬人的比較 下一張 部長差距大不大 這個表呈現是大 這個表呈現是非常非常的大嘛 好 日本因為過去也有這些悲劇 所以他們都積極的在整病 在修法 其中一個當然 就有關於現行刑事政策的部分 法務部等一下我會問 司法院有他們要負的責任 但是往下看 日本酒駕零容忍 他們共乘酒駕 事實上是處刑責了 事實上去刑責 最有個積極預防的義務 但是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怕說 這樣子會不會太重 所以下一頁 只推了行政法的處罰 這也是社會上面很多關心這個議題的人 大家共同努力在推動的 2017年11月就過了 結果拖到今天還沒有完成立法 明天我拜託趙偉 再舉行一次協商 明天交通部的立場會不會改變 我想我 作為一個交通部長的立場 我是支持的啦 好 部長我只需要你這句話就好了 部長今天表態支持 明天到黨團協商會場的時候 我希望不管交通部派誰去 帶著是現任部長的立場 而不是前任部長的立場 莫名其妙耶 這麼重要的法案 擋了一年多 結果是我們的行政部門反對 在協商的時候 我請他們提具體的理由出來啊 結果怎麼樣 結果因為行政部門反對 法案在立法院拖了一年多 有不一樣的立場沒有關係嘛 大家院會的時候表決啊 每一個立法委員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嘛 但是如果今天是因為行政部門的杯葛 而讓法案在立法院躺了一年多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下一個請法務部 市長請您看喔 這個是目前酒駕雷犯 統計的狀況 來 市長您看喔 我們現在 酒駕雷犯的比例 從2009年的25%到2018年已經到46%了 可不可怕 可怕 可怕嘛 那為什麼對於這樣子的一個酒駕 明明就已經有酒駕前科了喔 抓不怕耶 因為 包括喔 第一個量刑 量刑的部分我說過 今天早上我在司法法制委員會 質詢過了司法院 但是 我針對法務部的部分喔 來家裡處理喔 今天 檢察官如果 起訴求刑 刑法有它的功能 這個我在司法法制委員會 講得很清楚 我在這邊不附述 但是除了刑法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有關於酒飲的介質 因為在蔡兒山的雷犯 這不是辦法嘛 所以我們 在我們的刑法裡面 有所謂的禁戒處分 結果我們每年喔 酒駕雷犯 我講的不是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已經觸碰到刑法的雷犯 每年2萬多人 過去5年都是這樣 來市長您看一下 法務部 依照刑法的規定 申請禁戒處分宣告的人數 6件 11件 17件 9件 市長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 在刑法裡面 明明有介製酒飲的介製處分 我們的檢察官 卻連申請 都另於申請 現在大概就是從 檢察官的申請的數量偏低啊 法院的當然他的裁定 市長我再說一次喔 今天檢察官有申請法院不裁定 要負責任的是法院 但是我們今天面對的是每年 9架的雷犯 2萬5千多個人 我剛剛圖表已經秀得很清楚了喔 過去這5年都是這個樣子喔 2萬5千多個雷犯裡面 結果檢察官有申請介製處分的 2018年只有9位 市長有沒有必要檢討 這一部分齁 我們經過今天看到這樣的一個數據齁 因為促請這個法院去裁定的是我們檢察官的指定 所以我們一定會改善 這個從這個人數啊 這個部分我們認為有申請禁介處分的 我們一定要積極提示 大家都說齁 要治本 然後9架的不斷的累犯 除了刑罰以外 要給他治療 這個我都贊成 但是現實上面刑法有這個機制啊 卻不使用 那我就看不懂啊 2萬5千多的人 結果2018年申請禁介處分的 檢察官申請的只有9件 市長你知不知道現在如果申請禁介處分的話 實際上面是怎麼執行的 我們申請禁介處分齁 如果說 法院準了以後啦 法院準了以後齁 目前我們現況的做法齁 像我們地檢署在 台中、苗栗、高雄、橋頭、花蓮這部分 有幾個部分的不同類型的一種處置齁 那當然現在有考慮到 現在有一些經費上的問題 到底這樣的一個禁介處分 他到底要誰來付錢 這部分齁 市長你知不知道保安處分執行法 是什麼時候的條文 這個我要再查一下 1963年 1963年的條文 所以目前這個執行 49條規定執行禁介處分的處所 應設置醫師及適當的治療設備 已經完全跟實務脫節 所以我剛才問次長說 境界處分實際上面 你們是怎麼執行的嗎 對 就目前來講 確實有問題齁 所以這部分 你也承認確實有問題嗎 確實有問題 對 所以執行的現況齁 我們要積極 就這個部分齁 法務部你說要去更動刑法裡面的條文 去處理有關於法官量刑過輕 這個我們都進一步討論 但是 跟檢察官實際上面 在執行保安處分的這個部分 法務部責無旁貸 您剛剛講 包括申請禁介處分的件數少得可憐 實際上面執行禁介處分 沒有辦法達成效果 這個部分法務部需要多久的時間 可以給大家一個答案 不用再拖了吧 三個月 三個月 因為 市長對不起啊 三個月我聽不下去 一個月之內 請一個月之內 就這個部分 要怎麼處理 要怎麼改革 請法務部提出完整的報告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好